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沙特国王,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周二密西西币州的一次集会表示,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支持,沙特阿拉伯国王熬不过两周。 他说,我们保护着沙特阿拉伯,我爱沙特的萨尔迈国王。 但我要说,国王,我们保护你,没有我们,你可能熬不过两周,你必须付钱给保护你的军队。 总统在集会上的这一发言,一来在场听众欢呼,特朗普没有说他何时向沙特军主发表这些言论。 他在这一集会上的公开演讲,发生在美国油价上涨的背景下,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大的石油出口国, 也是石油生产集团欧佩克事实上的领导者,是由输出国组织,应高尤甲而受到特朗普的批评。 据沙特阿拉伯新闻系统策,特朗普周六致电萨勒曼国王,讨论为持续有公益,以确保市场稳定和全球经济增长。 据报道,沙特王储慕汉莫德本萨勒曼,上周末前往科威特,与科威特领导人讨论增加石油产量的问题。 但这一会议没有取得进一步的进展,媒体报道趁海湾地区的各种国际危机也在谈判的一顺之中。 特朗普上个月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说,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像往常一样拖世界其他地区后腿。 国际油价目前正在上涨,一桶石油目前成本约为75美元,在过去一年中持续稳步增长,2017年10月每桶价格约为50美元。 据美联社报道,5月份美国一加轮气油3.78,升的平均成本为3美元。 尽管这一年讲得严慈苛刻,但特朗普政府与沙特阿拉伯仍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沙特阿拉伯认为美国是对抗伊朗在该地区野心的可靠伙伴。 去年巴西、埃及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对塔达尔实施封锁期间,特朗普将沙特阿拉伯作为其总统任期,耐国机访问的第一站。 当时他声称伊朗支持恐怖组织,并选择他们认为伊朗与恐怖组织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。 SJP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